欢迎收听本周的V生命灵术 这跟四二这条连线 有四这个数字当中的那种目标性高 然后敏感度很高 善于找到规则 以及二这个数字呢 追求和谐 享受被赞美 期待被依靠 综合以上这个两个数字的特点 四二这条连线在关系相处当中呢 温琪姐会叫它同理新线 在关系相处当中啊 有四二连线人其实非常愿意担任这种 多拉A某的角色 四这个数字占于归纳的能力 以及二这个数字的高观察力 还有高敏感度 其实是非常有关联性的 所以在关系相处上啊 有四二连线的人 其实很喜欢以及享受 可以在同中求异的成就感 可以给身边的人提供 非常合适且高效率的建议 因为有四二连线的人 其实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对方这种贴心小帮手啊 的角色或者是人格特质 会非常用心建议两个人的关系之外啊 你也希望就是说 对方如果遇到困难 或是需要讨论的时候 你会是他的第一个选择 也是他最想要去沟通 或是商艺情况的最佳对象 其实你们最害怕遇到 做事或是说话 会很迂回的人 因为有四二连线的人 你们在性格特质当中啊 就是面对认定的人 会带了一种甘愿 就是很感玩的这种特质在心里面 一旦他是你认定的人哦 一定会拼尽全力的去努力 就算呢你努力完之后 你们最后其实还是分开的 或者是感情其实是没有办法 如你们的规划去走 你们会用很洒脱且优雅的方式去离开 因为你会觉得我尽力了 我做过了 我就认 其实你们的换位思考 还有共情的能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们会主动的帮身边的人 去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其实是因为你们的内心 非常向往这种很纯粹的爱情 在潜意识里面啊 你们觉得说如果能够安顿好 对方的生活 去处理这种柴米油盐 这样触察 其实你都觉得没有关系 任何对方需要生活上的协助 甚至是照顾他 你都觉得没有问题 只要能够将外界的阻燃啊 压力啊干扰 排除在你的爱情当中 你都愿意去做 因为你觉得只要把这些压力 都摒除在外的时候 你们就有机会去谈一个很和谐 而且很甜蜜的关系 四二连线在跟亲朋好友 相处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很容易 有一种角色叫万能通 啥事问你都可以 因为你们非常善于整理 跟抓准时机 你们的观察力真的蛮强的 然后你们也希望自己 还有身边的人 能够事先布局 掌握先机 这是有四二连线的人 喜欢的跟享受的 有四二连线人 其实本来就很愿意花时间 先去做资料收集 交叉比对 甚至呢 你们会善用你们的人脉 一起来去将你比对完的 跟你想要的方向 去找到最能够提供给你 你想要这个目标的人 或者是对象 你愿意事先做功课 以及愿意花时间 做分析的过程当中 不论你自己 或者是你能够提供给你 身边亲朋好友的人 都是蛮高CP值的建议 而且这个建议啊 其实可以很直接的连线到 可以省比较多的钱 真的你们给出来的东西 就是高CP值钱比较少 但是服务不减 甚至是会有服务更好 或是被upgrade的 这种状态会出现 四二连线的人啊 除了自己喜欢 花时间去收集资讯 跟调查比对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因为 你们太希望 对方是快乐跟舒服的 所以当你自己 把自己放在他的角色当中 你会想说 那对方会想要什么呢 如果我是他 他会希望我怎么帮助他 或是如果我是他 收到怎么样的资讯 他会觉得说 哇 这有像天降甘霖的喜 就很会换位思考啦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同理心和换位思考的 这种子的促使之下 你们是在家庭 或是朋友 甚至同事间 真的会被认可 是又贴心 又聪明的代表人物 从小到大 就是让大家觉得很精明 但是他这个精明不讨厌 是因为是很贴心的精明 就是你想要这个啊 那我告诉你 我认识谁谁谁 我可能可以提供 什么更好的东西给你 就会很放心的 让人家交付他 一些事情去帮忙 对 然后你知道他给你的东西 一定是他考虑过之后 甚至是比较过 在近期当中最好的 可能不是要做 排列顺序当中的第一名 可是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当中 他把最好的给你了 很窝心 他把他最好的给你了 在关西相组当中 其实是非常会制造很甜蜜 而且充满欢乐气氛的人 他们很会制造惊喜 而且那惊喜是会让你 打从心底会心 想说你怎么还记得 你怎么会串这件事 你怎么会把这个人找来 就很特别 更让人家很感动的是啊 你除了在大家很快乐的时候 能够让乐趣增添之外 加分的这种甜蜜 当对方遇到人生 可能比较不顺心的时候 你会不理气 而且你会更用力的来去帮助他 甚至是无条件的支持对方 共患难的同理特质 是跟42连线正在相处的人 要珍惜的 因为这个并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有42连线的人一样 他们也有一种 这是我选定的 当我选定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用自己的真心 去守护 就算面对感情人 说他也把它当成 是一个project在做 他会不断的尝试 去找到实验的方法 比如说我如果这样做 他会比较快乐一点吗 还是说他其实比较喜欢的是什么 他会把他自己不断尝试 或不轻易放弃的 严加的特质 通过生活当中的 十一住行 娱乐各式各样的方法 来去提供 最适合你们相处的方式 或是对方最想要的方式 给出来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只要对方开心 或是对方感到幸福的时候 会让42连线的人 觉得自己是更加幸福的人 具体来说 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 帮夫运和帮妻运的代表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他们给出来的建议 都是很高CP值 你知道就省钱嘛 然后又服务很好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这种生活啦 谈感情的时候 如果对方花钱的方式 不是call 但是他不大手大脚的 会知道说 他其实是知道说 你赚钱可能很辛苦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用一个 一样能够享受到那样的服务 但是不要花这么多钱 只是我可能要多做一些工作 我举例来说 我可能需要在几天前 先上网去抢一个什么折价券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预购的方式 这就是花时间 这是42连线的人 为什么我说他是帮富运 和帮其运很强的一个地方 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很希望跟愿意 运用自己的人脉和关系 来帮助另外一半 在整个分享资源的过程当中 除了让对方知道你的真心之外 他也能够知道说 当他遇到困难 或者是未来可能有人生更大的挑战的时候 你是一个不会抱怨 不会嫌弃 但是会跟他一起去面对困难 甚至是找到最好解放的 优秀又窝心的这种情人代表 问题最后要跟有42连线的人说 你们如果想要跟对方交往的时候 就要先拉长跟对方的确认时间 就先跟对方当久一点的朋友 因为即使在当朋友的过程 你还是对他非常非常的好 拉长一下你跟对方当朋友的时间 通过了解对方的生活模式之后 你再确定要不要确认关系 是因为接下来他的生活 就会变成你的生活 所以你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点考虑 按选择的时间去确定 对方的生活模式 以及对方未来的人生规划当中 是不是你可以的跟你想要的 要不然你就会全心的投入下去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沮丧 是可能对方做的事情 是你帮不上忙的 在这个点上面 你会比较多的是 对于自己的失望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自己不够好 或者是假设你们未来真的感情 没有机会走到一个完美结果的时候 你会将更多的自责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建议有42连线的人 先跟对方当朋友的时间长一点 去聊一聊 了解一下他的生活目标 以及他的生活模式 是不是你喜欢的 那如果是的话 他就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对象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生命灵数九宫格色 这条连线的人呢 在情感相处 还有在跟亲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的 一些特色的分享 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祝福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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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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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